那如果你看到了这个东西 那你就发现了宝贝 这个就是叫王瓜 它跟西瓜很像 但是它只能长到这么大 而且味道是非常的苦 那在二十四节期里面 还有这么一句话 叫立下有三后 三后王瓜生 说的就是这个王瓜 那这种王瓜 在中国至少有2000多年要用历史 早在汉代的《伤痕杂病论》里面 有一张自妇人精髓不利的方子 叫土瓜跟闪 里面的土瓜就是这个王瓜 用的就是它的根 那因为这个土瓜呢 它是有话语通经的作用 也就是制一些妇女精币增加这一类 王瓜根的价值呢 在这个神龙本草经 唐本草很多艺术里面呢 都是有记载 诶尝一下哦 一开始就有一点像黄瓜的感觉 但是马上就开始变得很苦 再吃一下它里面这个种子 看看啥味道 种子也是非常的苦 那王瓜根珠药呢 苦寒 能够泄热通血 善于消肿 比方说热洁便秘 热病繁核 金币 辱之不下 增加 臃肿呢 都是非常的OK 蜘子 冷水